我们进一步带来看到受到台风的影响 其实台东县政府就宣布从昨天晚上6点开始 到今天一整天是停班停课的 不过清晨台东市区有早餐店 老板表示风雨没有很大 所以是照常营业 现场最新情况马上连线给记者 林婉宇 潘剑人 好 观众 持续带您关心 中台渡苏瑞对台东地区造成的影响 那记者所在的位置就在台东市区这边 那透过画面中可以看到今天是已经清晨了 天空是也都亮了起来 不过可以看得出来天空是一片灰蒙蒙的 那还是可以看得出有一点一点的雨都一波波的下下来 而风势也是有一点点稍微相较昨天有比较趋缓一些 那透过左边画面中你可以看到 现在的早餐店是照常营业的 不过我们都知道昨天其实台东县政府的时候 是宣布在从昨天开始6点的时候是停班停课 那今天一整天也都是停班停课的情形 不过我们也可以看到还是有民众来这边买早餐 而早餐店也是照常营业 我们来访问一下老板 老板 今天台风天怎么还是照常营业 没有问题 今天怎么照常营业是台风天 是啊 今天是台风天 但是风雨并没有很大 所以我们还是照常营业 你有没有觉得就是你这个生意有受影响 刚开始的时候还不晓得 对 一到早啊 还没开始 对 是觉得说就是还是可能还会有些民众出来买早餐这样子 对对对 多少还是会有人出来用早餐 对 好 谢谢 好 可以听到老板是表示说 他只认为说现在的风雨还不是那么大 因此还可以把握机会来加减赚钱 不过我们都知道其实这个度数位台风 虽然现在的位置是在巴塞海峡 而因为碰触到这个旅送的关系 它的强度是有稍微减弱 但是呢 还是要特别提醒民众在山区的部分呢 台东地区可能还会有一波间接性的大雨 甚至有豪大雨的情形发生 也特别提醒民众一定要严防豪雨 要做足防台的准备 那以上是现场的掌握的最近状况 把时间镜头还给棚内 哈喽 我是冯卫之 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知识吗 赶快订阅按赞 开启小铃铛 锁定华氏新闻YouTube频道